他就依照廢侵法來處理 那廢侵法的罰則是多少? 六百塊 你有聽過亂丟垃圾罰六百吧 這個如果他沒有污染 重金屬沒有污染土壤的話 他那個就是比照你亂丟垃圾 這個叫六百塊 而且沒有刑者 所以我們這個對待這個污染者 其實罰則聽到你超乎你想像的 那時候有一些比較有良心的檢察官 他看到污染跟農作物有污染 他就跟我講 然後跟黃煥章老師講 我們也嚇一跳 我就趕快 因為我們有一個志工是在附近的志工 他認識這周邊的里長 我們找了三個里的里長過來這邊 我跟他講說 里長 你這邊有一個有毒的廢棄物 已經十二年 而且三十萬公噸 而且很毒 因為我們透過那個機器去檢查 那個都是幾千個ppm 還有幾萬的ppm 重金屬 然後里長就過來這邊 然後我就說 里長我們可不可以馬上開記者會 要求政府 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版部 是我要求說 我們趕快開記者會 要求政府緊急應變處理 因為那個 你風在吹的時候 你的空氣裡面都有毒 要緊急應變處理 然後呢 還要去檢查地下水的污染 到底有沒有污染到取水站 還要檢查 在旁邊的土壤 因為檢察官已經知道土壤有毒了 那這個污染到底範圍有多大 然後你的農作物是不是受到污染 是不是要要銷毀 那要趕快開記者會 那我邀請里長來 結果里長就在這邊 同樣的地點 他跟我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一個人 他就說 蔡秘書長 你是叫我們來幫你祭祀的匣 我聽到訓導 幫你祭祀 里長啊 是你住車我住很可能 為什麼要跟我祭祀 這是你住的 這污染這麼嚴重 你們都太煩惱了 這污染十二年了 你現在是在煩惱什麼 這一個 第二個呢 他說什麼 你叫我去開記者會 你如果證實旁邊的 里瓜偷刀 如果有重金屬污染 你要賭的嗎 叫我賭的 奇怪 是污染者但政府要處理 變成叫我處理 第三個他說 我們里長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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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為什麼這樣 這整個是整個地方的環節 整個都扣結 那個利益都扣結在一起 他絕對知道 這都是共犯的 然後我就跟幾個老師說 抱歉里長沒有辦法出來 我們一樣環保團體 我們昨天在上課的時候就講說 每次去開記者會 或者是開這個公聽會 看下去旁邊就只有我們兩三個環保團體 然後每次官員就會指責你們 也不是指責 就是說你們代表民意嗎 兩個三個 然後呢 當然開完記者會之後 他就進行 你看到的這個蓋這個帆布 花了一百多萬 你可以看那個 上面有一個公告 這一百萬 然後他們就要開始進行 因為開記者會曝光 然後他們就要開始進行所謂的污染範圍的調查 一個月之後 依照政府的資訊公開法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調查結果要公開 或者開記者會 但是他們都調查完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再寫公文 再去環保署 再去那個農糧署 說到底你調查結果怎麼樣 請你公告 然後你們今天上來的這個地方 右邊 現在以我的方向 右邊那塊地瓜田剛翻過去的 就是 就是證實已經超過污染的標準 我們的標準是很低的 他是超過污染的標準 其他你看到的都有重金屬 只是他沒有超過標準而已 這樣知道 你現在看到的是都被污染過 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那你看到右邊那個有翻過的 那個是超過標準的 然後檢察官他因為他是簡單的採樣 簡單的採樣的時候證實 地瓜是有污染的 結果沒有想到龍娘署 他回喊在講義裡面都有 他說那是蜜餡 欠然提供 昏倒了 我們老百姓吃的東西居然是蜜餡 蜜餡 你們都吃蜜餡 國家把你吃的東西也沒有毒 當作是國家提蜜 我們的社會是生活在一個楚門的世界裡面 然後我們的老百姓我們的民眾 還一直以為我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灰蒙蒙的 這叫空氣污染 我們在要求政府把這個空氣污染資訊 讓你們知道 那環保署告訴我們說我們在製造社會恐慌 所以你們是生活在楚門的世界裡面 然後那個檢察官呢 他氣而不捨的去追氣 然後呢 這家公司組了律師團 檢察官因為案子很多 所以他在偵辦的時候他是一個人 但是人家是組律師團抗告 那律師團怎麼抗告你知道嗎 那檢察官跟我講說 律師團抗告說你們檢察官都亂收押 亂辦案 什麼有毒廢棄這個叫做工業原料 他們說這叫工業原料 然後檢察官跟我講說 你知道他們要怎麼做嗎 你知道他們要把這30萬噸的有毒廢棄做什麼 他們要做成消破塊再賣給政府 混在混泥土裡面做成消破塊 堆到河堤裡面 堆到海岸裡面 他們就會被侵蝕就會不見了 他們還要再賺一手 看到這樣的情形 然後呢 最後當然是終於就起訴了 起訴 那最後這個公訴的檢察官 因為壓力太大 就掉職了 最後呢 在去年的時候 環保署居然把這件案子 做為年度的政績 我昨天不是在演講的時候講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雷若傳》 就叫包倉包賭 還有包什麼的 結果呢 當我們民眾開始抗議的時候 反應的時候 他就隨便抓一個大條的來 或者是抓一條來交差 同樣的在污染的時候 他居然在整個環境的稽查 蕩然無存 那這12年不是環保署去辦案的喔 也不是地方的環保局去辦案 這些稽查機制完全是蕩然無存喔 他是一個年輕的檢察官 因為年輕 所以他去辦 辦的時候這個檢察官也受不了被調走了 這個年輕的檢察官去辦 然後破了這個案子 結果沒想到 這12年來包庇的這樣的一個單位 一個行政單位 居然把人家辦的案子拿過來 變成他的政績 然後呢 這些公務員記公家獎 你能夠忍受嗎 你能夠忍受嗎 我覺得實在太離譜了 那這個就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剛剛講 我們這些有毒廢就其實用各種的方法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就暴露在這麼危險的環境裡面 那這個是 一個是他們工廠的地基 那一個是那個佛廠的地基 那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那我們在今天在這邊等一下 我們就看老師有沒有要補充